印度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创下了全球新高 单日最高纪录超过35万 所谓的印度双重突变病毒 越来越引起全球的担忧 现在已经扩散到美国 英国和瑞士等十多个国家 那什么是双重突变病毒 双重突变病毒是否有加倍的杀伤力和逃避免疫的能力 病毒变异 疫苗能不能跑赢 接下来我们要请乔治成大学流行病学家 刘成龙教授来分析和解答 刘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叶凡 你好观众朋友 那刘教授什么是双重突变病毒 那为什么有人甚至称它是三重突变病毒 那准确地说呢 这个印度的变异的病毒呢 不仅是双重变异 它有很多变异 据统计呢 这个总的变异数呢 已经有十多种 那之所以把它叫做双重变异病毒呢 最主要是这个病毒 包含两种最主要的变异毒株 我们已经观察到的 包括的话呢 一种是在加州的变异病毒 另外一种是在巴西 发现了这个变异的 所以的话呢 因为这两种变异的话呢 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的话呢 很多人就顺便把这个印度变异病毒呢 称之为双重或者是三重变异病毒 那这种变异结合了主要的几种变体的这个特色 那它是不是有更大的扩散力 传染力和致死率呢 有关这个病毒的感染率 这个致病率致死率的话呢 目前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 那目前的话呢 这个病毒在印度 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流行病毒 那这个病毒的话呢 已经扩散到印度之外 已经在美国 在英国 在瑞士等国家的先后发现 那这个有报道 印度时代报和英国的魏者报 都有多家媒体报道说 印度前总理88岁的辛格 他在4月3号 接种了第二针的疫苗 结果三个星期后呢 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就让大家非常的担忧 那是不是说这种变异的病毒 他有逃避疫苗这个免疫力的能力 那有关这个接种过疫苗的人 重新感染这条新冠病毒的话呢 报道的并不少见 那事实上的话呢 疫苗的效果呢 并不是说能够防疫 这个新的新冠病毒感染 而是说呢 如果有新冠病毒 重新感染之后的话呢 由于我们机体已经有免疫系统 已经有抗体了 所以的话呢 可以很快地对这些感染的病毒的话呢 发动攻击来清除这些病毒 所以的话呢 这个疫苗的主要的功效的话呢 是指能够预防这个感染 导致的严重的疾病的发生 以及死亡的发生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说 很多打过疫苗的人 他感染的话呢 并不罕见 那现在这个印度前总理辛格 他的病情稳定 那也说明这个疫苗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没有 对 至少会减少这个重症和死亡率 那这个 打过疫苗的人感染了新冠以后 他的传播能力如何 现在科学家有没有一定的数据 有关这个 接过接种过疫苗之后的人 重新感染病毒之后的 他的病毒的 这个感染能力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因为随着越来越多人打了疫苗 那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关心 这些打过疫苗的人 会不会是一个隐性的病毒传播者 目前呢 剩研究还不是很多 但我看到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报道说呢 就是事实上这个疫苗 就是说打过疫苗的人 然后重新感染病毒之后 这些病毒的传播能力的话呢 比以前要大大的降低 那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变异 是非常的快 比我们以前见到的 一些呼吸道疾病的 病毒的变异要快得多 那您估计这个病毒变异 它是会变得越来越强 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 还是会有减弱的趋势 有关这个病毒的变异的速度呢 它是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那我们通常的话呢 现在经常打的疫苗 流感疫苗的话呢 通常是一到两年 它有一个大型的变异 所以的话 但是这个病毒 迄今为止一年来 已经发现的变异 非常的多 那当然这些变异的话 有些是会对治病机理 会导致影响 有些的话呢 并不一定有什么影响 所以据目前的观察呢 这个新冠病毒的 它的变异率 显然是要比我们 常见的流感要高 所以的话呢 那就是这给我们提醒说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病毒的防疫呢 以及疫苗的接触呢 不能放松 那目前这个疫苗的发展 能不能赶得上病毒的发展 变异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随着这个病毒的变异的话呢 我们通常呢 这个疫苗的制作呢 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传统上说 我们流感疫苗不断的变异 我们所以也经常 每隔一两年 或者每年 都得重新接种流感疫苗 所以按照这个观察的话呢 考虑到这个病毒的变异性 比较强的话 所以我猜 这个病毒的这个预防 这个疫苗的制作的话呢 需要不断的更新 所以现在很多疫苗公司 都在考虑再打第三针 还有的话呢 看看是将来 有没有可能需要 定期的进行接种 对 您提到这个第三针的问题 这个开发辉瑞疫苗的公司 BioNTech 它的首席医疗官 奥斯勒姆图雷西 他就说随着这个免疫能力的消退 预计人们可能需要打第三针 那从目前来看 我们要间隔多久 打第三针 这个紧迫性有多大 目前这个第三针的话呢 也还是在考虑当中 我知道有些疫苗公司的话呢 已经开始研制 具体的时间很难说 但是的话呢 考虑到它的变异性 这么快的话呢 我想这个不仅是停留在第三针上面 当然很有可能是要定期接种 那就像我们的流感病毒一样 流感病毒现在每年建议打一次 所以的话呢 这个新冠病毒的话呢 我估计可能得像流感病毒一样 甚至更频繁一些 不仅是第三针 可能是每年都得打 那现在我们这个疫苗开发的 MRNA技术 对这个疫苗更新 是不是要比传统技术有利的多 是的 因为这个MRNA技术的话呢 它使疫苗的生产速度的话呢 比以前要快很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具体也不知道清楚 这个MRNA 它是所有的蛋白 所有的MRNA同时制作呢 还只是说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的话呢 也得看 有些疫苗 包括是减毒 或者是灭活疫苗的话呢 因为它针对的是 所有的病毒的蛋白 所以的话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疫苗呢 对一些变异疫苗 它具有相对的 比较耐 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病毒的话呢 不容易逃避这个疫苗的效果 那现在一些国家 正在试验混合疫苗使用来 这个针对病毒的发展 那您怎么看 这个混合疫苗的使用 混合疫苗的使用 也许是一个方向 那因为每个疫苗的话呢 它针对的这个蛋白子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混合疫苗如果能做的话呢 也就是说 它针对这个病毒的蛋白 变异的话呢 相对比较强一些 那现在这个病毒变异 会不会影响 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法呢 这得取决于 这个病毒能够 它是不是 就是说能够造成 更严重的疾病 或者更严重的这个死亡率 对治疗上来说的话呢 应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迄今为止的话呢 也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什么特效药 所以的话呢 其实最有效的话呢 还是抗体综合的药物 不过这些药物的话呢 就非常昂贵 所以的话呢 也不大可能普及 所以的话呢 疫苗接种的话呢 还是将来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那您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 终结这场疫情 用什么方法来终结 或者说我们还是要跟它 永远的共处下去呢 从现在来看 要终结这个病毒的话呢 可能性不大 那从我们人类这个 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来看 我们唯一消灭的一个疾病的话呢 就是只是天花 那其他的疾病 很多的病毒的话呢 都广泛存在 我们的人类的生活环境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 与这个病毒呢 共存的这样一个思想准备 美国和世界各国 都在向印度提供这个疫苗援助 那您认为这个光靠疫苗 能不能解决目前印度这样的疫情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疫苗 哪怕是一下子提供很多疫苗的话呢 都有可能来不及 因为接种需要时间 运输需要时间 那另外的话呢 目前它已经有很多人的感染 这个基数已经很大了 所以的话呢 它要做的话呢 其实是应该继续加强这个防控措施 那刘教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要补充的是的话呢 这个病毒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个预防措施方面的话呢 还得继续加强 哪怕是这个疫情 就是说将来有可能减缓 甚至大幅度的降低的话呢 我们一些基本的预防措施的话呢 还得做好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疫苗的开发 以及接种的这个进程的话呢 也应当普及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对整个社会 重新返回正常的工作状态 生活状态的话呢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好 非常感谢刘教授 感谢乔志诚大学流行病学家 刘成龙博士 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 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 并必定代表美国之一 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 我是艳凡